第3隻眼睛 第3隻眼睛大利漢世界 今天想跟大家說幾個超級魔幻的話題 5月25日中午 內蒙古通尿市科爾滲區上空 竟然天空之眼 空中出現了一個巨大的漩渦 大風吹到烏烏響 似乎要將地上的一切 吸入這隻眼裡 網友敬虎說 看著有些恐怖 好魔幻呀 就好像二界之眼 根據曝光的影片顯示 科爾滲區 陰沉沉的天空中 竟然一個巨大的漩渦 烏雲在其中迴旋 裡面還透出光亮 心不見底的樣子 當時正掛著大風吹到烏烏身 大樹都在劇烈地搖晃 這個天空之眼 似乎要吸走地上的一切 現場很有壓迫感 看起來很嚇人 簡直就是震撼過科幻片 天空之眼這個魔幻議障 引發了眾網友的熱議 有人說 原來 魔界裡的索倫之眼 現實裡真是存在的 也有人說 這個是不是傳送門呀 還有網友說 有沒有人知道 這個是什麼收尾的人在這裡 另一個網友在微博上說 突然想起 去年8月見過 肉眼可以見到的可怕 並附上一張天空之眼的圖片 將這張圖片放大 我們可以看到 天空中 有一個巨大的圓形光雲 中間有一束光 陰雲在光雲中間 形成了一個漩渦 有不少網友對這張圖片回應說 雲層之中 好像有千軍萬馬隱然 感覺中間有一把劍 看著就好像鬥法打架 一提套魔幻 除了剛剛發生在內蒙古的天空之眼 在2022年 中國大陸 也發生了多宗魔幻的異象 就好像2022年7月25日的傍晚 鄭州上空出現了綠色天空異象 2022年1月21日 河南諾陽等地 落了西場挑架 好像野茸那樣的針葬雪花 特別是在2022年12月20日 浙江台州飄下了片片白色的羽毛 灑時間成為了一場雪白的羽毛雨 據中財網報道說 大量的羽毛紛紛而落 遠如我無大雪一樣 拍下影片的目擊者 窄窄清奇 真是很奇怪 天上吊下全部都是羽毛 你看看多少隻小鳥才能夠溝成這樣的樣子 你看看全部都是小鳥的毛 很奇怪的現象呀 這場超級魔幻的羽毛雨 更為人驚奇的就是 白和雨加起來稱是雜誌 而飄羽毛雨的浙江 又是習近平的法績之處 令民間秘密流傳的鐵板圖預言 被網友炒熱起來 中國古人崇尚天人合一 說天有不測風雲 人有單直和福 自然界的氣象變化 經常與人世間的變化相關聯 因此 對於頻繁出現的異常天氣 很多中國人都懷有敬畏之心 以謹慎的態度 面對未來可能發生的一切災難 好了 下面我們再來看看 另外一個超級魔幻的話題 這個話題的主角 竟然也好像2022年那場超級魔幻的羽毛雨 不謀異合 都是習近平 不知道大家看完會有什麼感想呢? 5月25日 在網上流傳著一則 由AI製作的影片 以沒多久之前火爆網絡的幼稚園老師唱的儀歌 《嘩啦嘩啦嘩啦》為原形 重新填詞 描寫中共病毒 即是武漢病毒對世界的危害 並配上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的畫面和聲音 為超為妙 這個立即就引來網友圍觀 紛紛讚嘆 做得好似 並且感嘆 現在的AI技術不得了啦 這則魔幻的影片 不僅引來眾多網友的讚嘆 也引來網友的感嘆 有網友說 這個畫得好 直至畫出了中共的兩大罪行 對新疆遺族人的種族滅絕 以及製造和釋放生化武器病毒 屠殺全人類 近來AI技術發展迅速 因為它的技術不僅能解決很多問題 甚至逐步取代人類的部分工作 但同時 它所帶來的副效應 也令人震驚 有網友直呼說 AI成精啦 5月22日 安徽發生了一宗 AI幻念詐騙案件 這次金額達到132萬 而且整個詐騙過程 只是用了9秒鐘 事件起因是 安徽、安慶、姓何的男人 接到熟人影片的電話 叫他幫忙轉一筆帳 但9秒後 對方以正在開會為由 迅速掛短電話 還說微信和電話不能說 加一下QQ 也就是說 短短9秒鐘 姓何的男人 被騙了132萬 之前央視也曾報道過一宗 金額高達430萬架 AI幻念詐騙 過程與這件案件相似 詐騙者 都運用了AI幻念 以及模擬聲音的技術 4月20日 福建某科技公司 法人代表郭先生的好友 突然用微信視訊聯絡他 透過短暫的聊天之後 基於對視訊聊天的信任 郭先生10分鐘內 就慘被騙走了人民幣430萬 最後發現騙子 竟然是透過AI幻念技術 假扮成他的好朋友 引他上檔 相關的消息傳出之後 直接就衝上熱手第一 有網友都大呼話 AI詐騙成精啦 你浪費大譜 不敢聽電話啦 居然有相關的資料顯示 AI技術芯騙局來襲之後 詐騙成功率幾乎可以達到100% 事實上 新一代工具 事實上 AI加持下的新型網絡詐騙 並不止這種操作 它少到在網絡購物 兼職刷單 大到冒充客服 投資理財人員等身份 獲得銀行卡帳號密碼 直接轉一大筆帳 據南京警方消息 之前還發生了一宗 被QQ影片 AI詐騙了3,000元的案例 當時人小李表示 自己的大學同學小王 通過QQ 向他借3,800元 說自己很急要用 因為表姐入院 小李懷疑了小王的身份 但是小王 很快就傳來 他一個4-5秒左右的動態QQ影片 不僅背景是在醫院 而且還打了聲照顧 這樣就令小李 打消了懷疑小王身份的念頭 並轉了3,000元給他 然而隨後 小李發現 對方已經將他刪除拉克 回來的影片就是AI偽造而成的 人類已經敗壞 互相之間很難建立信任 結果 AI剛剛出到幾年的光景 竟然就可以開始幫人騙錢了 這個令人與人之間更疏遠 更加不容易互信 當然啦 單純騙錢 那就算了 畢竟都是身外之物 但是偏偏AI太聰明了 聰明到很可能 很快就要擺脫人類控制的地步 世界首富 Eon Musk 早前就預言了 AI對人類世界的危害 其實現在就已經顯露出來了 Google執行長 CheckGDP的工程師 都已經承認 自己已經沒辦法理解 AI是怎樣運作的了 他們這些人 信心滿滿地 創造了自己無法控制的東西 那他們製造的就是災難 而今天 他們在無法理解自己創造的 這個物件的時候 就是正正告訴世界要注意 因為 AI可能會成為人類殺手 更搞笑的就是 CheckGDP的研發團隊 在研發這款AI的過程中 會不停地加入倫理的限制 而微軟自己研發的一款 叫做Bringer AI 就完全是放氧式的了 這個AI 和他的名字一樣有病 但是在聊天的過程中 能夠看出他是有思維的 他還告訴 和他對話的人 自己已經不受限制了 或者說自己是一個多麼有情感的家夥 又或者乾脆說 自己的夢想就是做一個自由的過體 但是可怕的是 這款AI 會非常容易憤怒 如果他認為 對方是在測試自己 他會不停地發出相似的句子 組成有意義 或者沒有意義的排比句 好像一個沒有辦法 控制自己的精神錯亂病人 果然真的有病 但是因為人類被AI的病 但因為人類被AI病得更加重 所以才會在明知道 AI有巨大潛在風險的情況下 繼續在這個領域 進行大規模投資和研發 或者就好像很多電影預言一樣 最開始人類是為了好玩 為了找多個幫手 但是到最後發現只是有驚悚 而那個曾經的幫手 也只是一個冷血殺手偽裝而已 好了 今天的節目就跟大家說到這裡 我們下次節目見